有人问,入品片换脸已经有新版本,该如何更新呢? 其实使用BeatPorn方式去Bithub找资料下来,安装后的更新方式都一样。 使用BeatPorn这指令来更新,更新的过程如果有缺少module,再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无论是等会要讲的入品片换脸或是Stable Diffusion Great UI本体,大致上都是这样更新。 每次说到更新,还是要再啰嗦地强调,更新前记得要备份哦。 第一部分,Rub更新前的备份,打开档案总管,来到您安装Rub的目录底下。 直接将要更新的Rub复制一份后,再更改名称就备份完成。 这样的备份方式新旧Rub都可以使用。 如果更新后的Rub不满意或有执行上有问题,就直接执行备份的Rub即可。 第二部分,Rub饼片换脸更新,打开要更新的Rub资料夹。 点这边。 输入CMD后按Enter。 在CMD中输入BeatPorn输入完后按Enter就会开始更新。 上面的这些都是这次更新的资料,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没兴趣的只要看看有没有错误就可以了。 再来是执行入品片换脸,更新后的执行指令和之前的不一样,来到影片的下方。 因为这边是使用NVIDIA显示卡来跑路,所以复制这一段指令。 复制完后回到命令提示字员,按滑鼠右键贴上指令,再按Enter键执行指令。 如果更新有使用到你为安装的Module,它会出现没找到此Module的错误讯息。 像这样,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很简单。 错误讯息说缺少了什么Module,我们就安装什么Module就可以了。 安装Module的指令是Tipping Store后面加上Module的名称。 像这样,后面加一个空格,再把缺少的Module名称用滑鼠选起来。 点一下滑鼠右键会复制所选的文字。 再点一下滑鼠右键会贴上所复制的文字。 要注意一下,不要复制到前,后这两个单引号。 确认没问题后,按下Enter键开始安装Module哦,每个人的电脑环境都不一样。 缺少的Module可能也不一样,缺少了什么就去安装什么大致上就可以了。 OK,当出现这一行文字的时候,就表示Module安装成功。 再来按键盘的App键两下,交出上上一个执行Roop片换脸的指令。 确认是执行Roop的指令后,按下Enter键执行。 这边会下载一个500多枚的档案。 下载完后,没问题的话就会开启Roop片换脸的视窗。 点回命令提示字元。 检查一下有没有错误讯息,没有的话就表示Roop更新成功。 第三部分,新版Roop片换脸测试。 昨天老阿贝的Roop片换脸更新测试的时候还是1.0100,没想到今天做影片的时候,已经更新到1.1.0版。 来看一下界面有什么不同,把刚刚备份就的版本叫出来比较看看。 看起来新版本比旧版本在这边多了一个选项。 Lenny Faces,还有多了D-Story按钮。 是要D-Story什么呢?来让看看。 昏倒,原来是要自我毁灭啊。 可能写上Colves会比较好懂一点,再来开启新版录。 现在才看到,原来这个选项也不一样。 Keep Audio应该是要不要保持原来的声音,旧版的这个没什么用的选项也一出掉了。 再仔细看一下,Keep FPS应该就是Limit FPS to 30,Keep Frames应该就是Keep Frames Done。 看起来Roop影片换脸更新后只有Many Faces比较吸引老阿贝。 来测试看看,Roop 4 Stable Diffusion图片版本的脸部侦测可以输入由左之右第几个人脸。 Roop影片版本没有这个选项,不过, 影片人脸位置也比图片复杂多了,左右互换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应该要把人脸侦测改成人脸辨识追踪,就可以解决影片换来换去的问题。 这技术目前是可行的,就像你的手机可以辨识你的人脸一样。 把一开始辨识出来的人脸给他一个编号,再把你要换脸的图摔成那个编号,这样不管人跑到哪里,换脸图就换到哪里。 好像废话又说太多了,来点Preview按钮,看看Many Faces换脸的效果。 来拉影片看看,感觉很卡,这边少了之前就版本的Test按钮。 看起来没有办法像旧版本那样可以拉影片的时间轴,少了那个按钮,应该是点了时间轴后,会自动产生预示图。 这对配备没有很好的玩家,不太友善,应该要改成就有的方式比较方便。 这是没有开Many Faces的画面,来打开Many Faces看看。 真的是超级卡,以为没点到又点了几下,结果Rupe一直在运算。 更改后Preview真的不好用,一番折腾后来看看Many Faces的用途。 这个是没有开启Many Faces,只有换左边的人脸,右边的脸没换。 开启Many Faces后。 无论是左边或右边的人脸都换掉了。 又一阵卡卡卡卡,卡到怀疑人生,来叫出旧版本的Preview来比较看看。 这可能是老阿贝的配备没那么好,各位大大有配备比较好的,可以是看看会不会很卡。 这是旧版本的Preview。 Rupe旧版本是一次将两个人的脸都换掉,再测一次。 看起来就是这样。 以上就是Many Faces和PreviewRupe新旧版本的测试。 再来测试一下Rupe换脸,影片上的差异。 先来测试新版的Rupe。 跑完了。 这个是旧版的Rupe。 以影片的转换时间,旧版本比较快,不过应该是旧版本跳过了某个侦测。 老阿贝把侦测再次打开后,其实Rupe新旧版本转换的时间大同小异。 来看看这两个影片的差别,如果以不间断的画面来看的话是看不出来差别,不过若以某些停格的画面来看,旧版本会好一点点。 有看到吗? 这边停格后,旧版本有换脸,新版本这帧没有换到。 也有可能是旧版本有每一帧都换脸的选项。 让阿贝以为那个选项没什么用,影片换脸不就是每一帧都要换脸吗? 原来是可以不用的。 看来新版本取消了这个选项不是那么好。 来入影片换脸的GitHub看一下新增的参数。 5个小时前又更新了。 将画面往下拉。 这边是Rook影片换脸所有参数。 这一个是Rook更新后新增的。 这是影片编码器,不过这一个目前老阿贝测试不出来。 这一个是真的处理器。 后面有两种可以选择。 预设是Face Swapper。 老阿贝换成Face Sentence后目前没办法使用。 再来是Video Quality。 可以调整输出影片的品质。 数值为0到51。 来测试这个。 因为老阿贝使用的影片是4K的画质。 Rook输出比较久。 就直接来看输出后的影片比较快。 这样应该知道0和51的差别。 预设值是18。 调成0在影片输出的那一部分会比较慢一点点。 再来看看另外两个参数。 这一个参数可以调整记忆体的大小。 预设值是16G。 老阿贝调成64G后,6分钟的影片处理少了8秒。 另外这个执行序的参数,预设值是8。 调成12后影片处理时间不变。 以上就是入品片换脸如何更新以及新旧版本的比较。 目前来说,老阿贝还是喜欢用旧版本。 目前啦,以入品片换脸更新的速度。 明天怎么样就难说了。 如果今天的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 谢谢大家,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功。